咱们可能当哥们更好 好啊 我说好啊 可以 你所希望的 我们继续做兄弟 怎么那么简单 就说通了呀 你说过 今天晚上是你醒客 对吧 对啊 既然如此 劳烦你破费了 于是 飞仔就这样一直吃 一直吃 吃到饭店都关门了 也没和我再说一句话 飞仔 需要我送你回家吗 不用了 为什么 明明和飞仔说清楚了 心里 反而更奇怪了 你好 欢迎光临 那下一位就是你的 别急 虽然当时飞仔看起来很坦然 但总感觉 他多多少少会不开心吧 管程 飞仔你来了 他是 这是我同学 来一杯珍珠奶茶 哦 好 那我要金橘柠檬吧 金橘柠檬 听着还挺好喝 那我也喝这个吧 啊 这是谁啊 他们看起来 好像很亲密的样子 一共二十三 这边撒码 嗯 等一下 阿飞 你都帮了我这么多忙了 怎么好意思让你负血啊 所以 还是我来吧 哼 哼 你干嘛呢 泡泡都被你打出来了 啊 居然这样远的说有效 对了 那不是你发小吗 哼 小声点 他都不记得我了 这样啊 他边上那个小哥挺帅啊 不会是男朋友吧 我不知道 你别问我 你这是怎么了 我 啊 诶 居然是一根猫毛 我还以为 你长了白头发了呢 诶 你好 你俩的饮料好了 这服务员脾气还挺大呀 我在干什么呀 是吗 不是 我说 这家的金橘柠檬好酸啊 是吗 我喝喝看 我去趟厕所 你等我一下 好 管成 金橘柠檬这么酸 你是在暗示我吗 啊 暗示什么 你吃错了 没 我没有 那最好是哦 我怕接下来 酸死你 今天不喝珍珠奶茶 来两杯西柚汁吧 我记得你喜欢喝西瓜汁 来两杯西瓜汁吧 你要喝什么 有酒吗 开玩笑 这里又不是酒吧 只能喝饮料 这样啊 难得你愿意跟我出来 所以你俩到底要喝啥呀 这就是你们店的待客 知道吗 信不信我投诉你 你投诉啊 其实他是我朋友了 你在旁边等我一下吧 那好吧 我等你 管成 你一次又一次的搞破坏 到底想干嘛 我 我还没问你呢 那些男人一上来就对你动手动脚的 那又怎样 我现在是单身 这种事情很正常 既然我喜欢的人 对我没有这份情谊 我又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你说对吧 不对 喜欢一个人 哪有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的 这种 根本就不是喜欢啊 对 你说不是就不是 所以 别再打扰我和其他人交往了 好吗 别 别去 为什么 他 他看起来年龄 比你大太多了 管成 成人自己吃醋了 有那么难吗 原来 是这样 走吧 我们去你的酒吧 好啊 不过 到了我的地盘 那可就是我说了算 可以 说实话 我就喜欢你主动的样子 可恶 为什么内心 这么焦躁不安啊 沐老板 我觉得去包厢 是不是大可不必啊 怎么会呢 我们很久没有单独谈心了 不是吗 好 沐老板也会需要谈心呢 是啊 我可是怎么都想不到 你居然连我都利用 被发现了 你呀 这么大方承认 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还得多亏你 教导有方啊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只是跟他们玩玩而已 云云飞 你闹够了没有 你明明知道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 就是背叛 你他妈滚 云飞 你再相信我一次 这位帅哥 人家都说让你滚了 怎么还死缠烂打呢 你谁呀 和你有关系吗 毕竟 我是酒吧老板 云云飞 在我同意分手之前 你休想逃离 还真是一个偏致的人 就是这样 为什么 他明明知道 却还是这样对我 还是天真啊 这个圈子鱼龙混杂 与其被人玩弄 不如自己做着游戏的操纵者 这些 不都是你教我的吗 所以 所以你一直在玩我 管成 你怎么